我是宜蘭大學生機系的系主任 因為我們在全國的五大生機系現在都在發展這個智慧農業 所以說今天阿牧就邀請我就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那基本上我今天的投影片跟那個你講義上是一模一樣我都沒有改 這個是公開的啦公開的包括今天露營都是都是可以公開的 好那我看一下這個是下一張 欸不對沒好那我用 我是這一錯邊好這邊好看 好像也是不行喔好還是因為我沒開 應該是已經開了 好那沒關係我退到這邊也是一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我們這個為什麼要推智慧農業 因為這個潮流恐怕是現在大家沒有辦法那個避免的 那那個我們最新知道的是大陸把智慧農業交給華為 好那華為我想不用再解釋 這家公司連美國都打他不死 所以中國大陸是把整個他們大陸的智慧農業整個交給華為做 那你就可以想像說 我們先不要跟日本或河南比的話 恐怕你現在跟對面比的話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一個壓力 那華為也已經都把把這個任務 就接下來因為畢竟他們公司跟國家的關係跟我們是不大一樣的 然後那這個就是從那個農事所他解錄下來的 的一段話他就是跟大家講說那個 事實上呢他是一個 要信息化然後生產安全化的一個 現代化農業 那其實台灣早期要推這個智慧農業 他不是因為要面臨國際的競爭 他最主要要脫智慧農業台灣是因為面臨 等口老化的問題 那我們在資料上掌握到 2016年2017沒有再更新的話 事實上他現在慢慢的 就是那個高點大概就是 持續的那個 大概就是會有10幾%的一個比例 那政府已經就是培育了很多人 進到這個領域過來 但是這個趨勢恐怕 那未來是應該還是會存在 那個高年化的問題 恐怕也不是只有農業 好 那智慧農業呢 因為剛剛講大陸 那我們為什麼要秀這一張 就是因為大家用的工具不會一樣 大陸他們是用他們所謂的5G 去推他們的5S去推他們的山農 那他們的山農是農民農村農業 好 那那個台灣也提過山農但是 是那個台南提的 那個他是農業農村農人 好 那用的技術就也不一樣 好 因為大陸呢他是 就是RS搖桿 GPS全球定位 然後地理資訊 然後他有台灣可能比較沒有的就是 他的ES再加上他的知識系統 那這個當然就包含了他的5G 那這個就中國大陸因為這一波打了那個 打了那個貿易戰之後 他開始知道所有東西都可以 但是你一旦打了之後 國內的老百姓沒東西吃的話 對他的政權影響很大 所以他這一波修正的事實上是蠻快的 所以他以前比較忽略的農業 他經過這一次貿易戰之後 他變得非常重視 所以華為才會被 被要求要跳進來 那台灣呢 台灣跟大陸 你由這張投影片可以看出來 他的概念性就比較不一樣 那台灣呢 一般就是因為他的通訊技術 可是我們還在4G 你如果有投資股票的人 你就會發覺說 今天大漲了125點 但是中華電信並沒有 漲的就是台積電大力光股 那那個 那個 事實上 那個 中華電信是沒有怎麼漲 因為就是5G 的關係 因為他現在才4G 那IoT呢 是這一波 我覺得 在座隔月最容易 而且可以先上手 那接下來大數據 跟那個區塊鏈 這是我們的 那我們最主要跟大陸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會講求這個溯源 溯源 那這一塊也是 那個我們剛剛上面看到 中國大陸他沒有強調 所以兩個的物聯網 除了技術的 那個基礎不一樣 那個訴求的目標也不大一樣 那中國大陸看來是 野性比較大 那台灣是覺得要做溯源 這個是兩個比較 不大一樣的地方 那我這張是5S剛剛講過的 我們就可以快一點 那所以說呢 台灣 台灣他現在呢就是 他 告訴你就是說 那我們要掌握到 什麼樣的 就是溫濕度 光度 二氧化碳 土壤 蟲害 接下來雲端 然後去整合 那現在台灣等一下你會看我有一些案例 你就會發覺台灣現在是閃著打 所以他的問題是在於他沒有集中 那因為我們恐怕也不能去 去強調說 那我們要跟日本或荷蘭或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環境就是這樣 那既然沒有集中的話 我們就應該要有沒有集中的做法去應應它 好 那接下來這一張就是 這一張是一般來講 我們對那個無線的 無線的網路的定義 以前有線網路如果大家 之前有上過課的話 有線網路是7層 那到了無線的話 他就都是4層 那 那個 第一層就是他的實體層 那我覺得大家在做這個物聯網 今天的題目在設施的應用 其實 你的重點應該還是在實體層 因為 你真正要照顧的就是 實體層裡面的東西 那我今天其實 我這幾年 我有跑了很多那個 木場 我彰化跟雲林 跑很多 像 那個神來 然後大棚 然後 然後 那個還有一些 我都有幫他們 也幫他們加裝一些東西 那因為我今天是比較 假設 大家可能比較偏作物的方面 所以 那個養殖的方面我就會 秀的比較少 那但是 我還是要跟大家強調說 雖然有那麼多物聯網的技術 但是 這個是最關鍵的 這一個是 你還是一定要多花時間在這 關鍵也在這個 最下面這一層 那感知層的話 他現在就會有很多 其實 他這個 慢慢的應該也是要拿上去 這個 農業機械會比較模糊一點 那上面的感知層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的那個感測的技術 那 他現在他認為無人機也是感測技術 其實無人機應該也是跟 跟這個一樣 他是有在這邊有點 就是他可以感知但是他也可以作業 跟農業機械是一樣 所以 他是比較 不一定會誇這兩層 那 因為我知道很多 像台灣大學 他就很喜歡做影像的 的辨識 那這 藉著種種的技術的話 可能就 就是 你要的話你就抓你 你需要為什麼要來上這個課 就是說其實你應該是抓你 最需要的東西來加入你的營運裡面 那接下來就是神經網路 這個 這個其實都是二十幾年前的技術 那現在會流行 是因為 是因為 電腦運算很快 電腦運算很快 所以那個 我們最近在幫我小朋友做一個 做一個他們科展 那高中現在都要做科展 那我們是 是辨識那個 那個電磁波 手機的電磁波 有響音跟沒響音 對那個 人體的傷害 人體就水 那我們就用水的結冰來開 真的會影響 他真的會影響 我們 我們就用那個機器辨識 發掘兩層就可以了 五分鐘就跑完了 那你要說 以前我們寫的程式可能 兩層 你可能要跑二十四小時 或兩天 才會看到結果 現在五分鐘 就看到結果 你如果餵他餵的東西 好他學的好的話 那個辨識度都可以破九層 所以現在的網路程應該 基本上都不是問題 基本上就是不是問題 那最後這個大腦就必須要 跟這個要連貫在一塊 那這個很多知識 就是 實際從事農業的人 才會知道 不是 不是我們這種工程的人 會知道 這個就必須要 去做一個契合 他才有辦法 達到我們想要的一個 一個那個 那這個農業政策 那個 他其實是 這個也附帶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 因為政府現在也知道大家是 分散的 分散的 所以他 他開始有想要 要慢慢的就是看看能不能 有小聯盟變大聯盟 大家變成一個 集中的一個力量 那這是政府一個 他政策要走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趨勢 那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那物聯網在中間就會扮演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關鍵 那現在這個都是 在技術上都是可以 被達成的 那所以這一張是從農事所裡面 結錄下來的 他其實他 他這邊要做的 就比如說 像這個 大數據分分析 然後他的物聯網 物聯網的一個 一個模組 那 他接下來就有很多 周邊的可以 可以搭配的過來 那其實這些平台 我們的政府在推動的話 他其實是 他當時在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計畫應該是 我們從去年 去年 開始 他是 他一開始其實是 是八大產業 八大產業 那後來才慢慢 慢慢再加入 兩個變成這 十個是 他比較 會優先想做的 優先想做的 那有菇類 種苗 蘭花 設施 稻作 然後 這邊就是外銷的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 養殖類的 所以剛剛說養殖類也會 涵蓋在這裡面 那這個是他優先 優先他 他想要先推動 那個去年連科技部 當當科技部下來就是 10億元的經費投入到這邊 那 他也有規定你一定要找改洋場 然後 一定要有搭配的那個 農民的現場去推動 那已經推動一年了 陸續大家應該會 看到他一些成果 齁 那 這個 這個 同樣的 同樣的齁 就是說為什麼今天大家會來這邊 就是 人才嘛 齁 那你一個 一個政策跟技術的推動 那你就必須要有一個 有一個人才 譬如至少他會有知道 現在大概主流是什麼 然後他才有辦法 有辦法去 去 達成他這個要的 智慧農業4.0的一個 一個政策的一個 一個規劃 所以 像這個 這種 那個 班級 那個 大概 大概熱了一年吧 齁 那因為今年他的 熱度被無人機蓋過去了 齁 因為無人機好像感覺現在又 又更夯齁 那以我們 伊朗大學上次上報紙 全國版 最少就5個 齁 就5個 5個報紙齁 齁 在報 那我們那時候 要收紙 要收到10個人 結果來了60個 好來60個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 那一場是沒有收費 但是這個不管是 是不是有沒有收費 就是說你會發覺 現在的熱度 烏仁機也在這邊 那老實講烏仁機也是 智慧農業裡面的 一個 一個小部分 好 那所以說呢 講到政府的政策 我們大概簡單的理論一下 他整個 政府為什麼要推動這個 我們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你今天來學起這個 智慧農業的話 可能就不要捨本築墨 因為他最重要還是 你的作物會長得好 你的收入會高 那個才重要 那你今天聽完之後 你覺得 什麼可以用 我可以提供你意見 齁 那因為業界 我很多也都熟 包括改良廠 他們做我也都熟 那我可以 可能初步的話 他的造價 除非你的 你的公司規模夠大 不然那個 其實也是一筆負擔 那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你就要那個 齁 你可能就是要還是 不要忘記你的最 根本的一個地方 齁 那我接下來秀這一張就是說 讓大家知道說 那個我們這個物聯網的技術 齁 其實政府他想要的是什麼 那政府就是 他想要我們用在那個 好 一種的技術 水資源 維生物 齁 這是去年他整個 他看中的一個地方 所以 他叫我們先做這 相關的技術 那 所以說 那個應該陸續 因為今年要結案了嘛 因為去年推的 那陸續這邊的成果都要出來的話 大概你陸續續就會看到物聯網 在齁 這個第一個的應用 齁 那接下來你也會看到物聯網 在那個資材 然後 然後整合 然後水產養殖 齁 監測 活生物監測 這方面的應用 這是 按照道理來說 這一年下來 這應該就會有一些 物聯網推動的結果 只是說這個要 是不是你能夠用到的 你可能就是 要去評估 因為我這個是照 去年那個國家跟我們 講的大概 就是去年11月份的時候 因為現在10月 那個國家跟我們講的他的重點 就 給大家秀在這邊看齁 那他就有講到十大領洋場 就是你剛剛看到那個 那我們去年一開始講 我們之後想到 IoT 就是Internet of Sin 然後 那個 那個 政府說這樣不夠 他說要加AI 那他AI不是那個architecture intelligence 他不是人工智慧 他是 那個agriculture intelligence 就是農業智慧 他不是人工智慧 然後他就變成AI IoT 這個是 整個 推動的產業就是我剛剛 秀的那10個 那10個那個 那個產業 好 那 就 我的部分來講 跟我比較相關的 我們大概 在我們整個生機界 就是農業機械界 我們在做的就是農業機械的 好 物聯網技術 好 那個消費行為 的分析 然後 設施跟露天參數的那個 收集 好 然後深度學習 好 現在學校幾乎都在做 深度學習 我剛剛 你很難想像 因為我 我在帶那個高中生 因為高中生來的時候 他們的物理老師把他交給我 他說要做物理的 我又不能做化學 不能做生物 所以後來想一想 就做那個 結冰 結冰都跟物理有關 三態變化 跟人工辨識 那你很難想像是說 我們在告訴那個高中生的小朋友 用人工辨識的時候 還要把那個照片做分類 說這個是有職場的 這個是沒職場的 然後還要教他 他的特徵是什麼 然後小朋友 再拿回去 找他同學來做辨識 這樣還會有錯 這樣還會有判斷錯誤 那機器學習就不一樣了 你只要 測對 比如說1000張 他就 都是有職場的 然後這邊是1000張 沒有職場的 你還有100張 是給他做學習的 然後他學完之後 你完全都不用教他 你就把 我的照片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有職場 長那個樣子都沒職場 你丟進去他一跑 他就會幫你辨識 而且可以 超過9成 那個辨識度很高 那現在 幾乎大家都在做那個 所以他為什麼說 要拍影像 就是說將來我們如果拍的影像夠多 那個作物生產的話 可能 可能我們可以知道說 因為我們只要那個 有經驗的農民告訴我們 拍的照片 這個是比如說 他是成熟的 不成熟他生病的 你拍多了之後 你甚至都不用 不用告訴電腦 他是什麼 你只要告訴他這一張 這一堆可能1萬張 這邊1萬張 這個是成熟的 這是不成熟的 這個是怎麼樣 你告訴他 他就有辦法去幫你做辨識 你連交都不用交 你只要告訴他說是這個 那他前提 我就要回頭過來跟大家講說 那前提是 那時候告訴我們 這些照片是這個的 這些照片是這個的 那一個人不能錯 因為他如果給我們錯誤的話 我們給電腦再出來就是錯的 那所以我為什麼一直強調說 不要忘了最根本的那一個地方 那一個地方如果是正確的 那他又是正確的 那如果一給是錯的話 那就死掉了 那就後面的那個 就是都是那個 海濤把是講的 都是假的 那其實政府還 那時候他告訴我們 他還蠻重視整個過程裡面 他還蠻重視這個保鮮跟冷鏈技術 那冷鏈我想是幾乎那個 如果有種花的 像我們去那個 新社 新社跟那個 大林那邊 我看他們那個溫馨藍 然後他們那個 幾乎那個花要到日本去 就是要保存得很好 所以也包括有一些生鮮的東西 他的冷鏈也是蠻重要的 那這個都可以靠 靠那個我們這個物聯網的技術 來幫大家去 去達成 那 我這張投影片就告訴你說 這一個恐怕這個 這個智慧農業的技術 你恐怕是逃不掉了 那因為他如果是一個很冷門 不重要的東西 就不會有那個技術會 會投入 那 那我這邊要告訴大家 大概有一家 你完全想不到 我剛剛說華為 你可能都已經 都已經有點 嚇得到說 華為不是在做手機 跟做5G的 他竟然 已經要投入農業 而且已經在做了 那以華為的速度 我在想 大概明年或後年 你就大概他就會公佈 他的成果 可能大家要稍微關心一下 他們到底是 做到什麼程度 那我這一張是要告訴你說 這一張 我這個螢幕好小 我站到這邊來看 這一張 你有沒有看到是 哪一家 那個 國興這個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國興在做那個 物聯網 他那個網頁了 所以 應該不是這一家 我怎麼會沒效 我沒有放到嗎 好 那沒關係 我公佈答案好了 應該是這一張 這一張 你看這裡 對 微軟 比奧爾蓋茲在做 那比奧爾蓋茲這一個人厲害就是 你們如果 如果有那個 那個什麼 比奧爾蓋茲 那個比奧爾蓋茲 我也不會怎麼翻 你就說 你吃起來是你吃肉 但是他不是肉 那你如果有去買他的那個股票的話 已經翻六倍了 但你要在美國買 這個就叫比奧爾蓋茲 那比奧爾蓋茲他 他已經投入這一個了 已經投入這個 那大概是這一兩年的事情 然後我最近又看到他 他連馬桶都做 所以你有時候會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說比奧爾蓋茲做馬桶 那他是要做什麼樣的馬桶 比奧爾蓋茲他們的 他們家的馬桶沒有水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要怎麼做 蘿茲的馬桶你可以想像嗎 那他就是這樣 那我是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智慧農業 如果連這些大咖的 他們都在做的話 那你就是逃不掉這個趨勢 就因為他們看到 那你就要面臨到他們 到底是做出什麼東西來 那他們一定會贏領 這個是沒有辦法 你說我今天就把你家裡錢 恐怕已經 你不能關門了 因為這些人都進來了 那你去年 因為今年的隆伯還沒有去 那他本來要我們那個 那個大學去 你看去年 去年的隆伯你就知道 包括台塑 包括紅海 那紅海最近是不大好 你看他今天大家 都漲得要死 他已經跌到七十二塊 可能會回到五十幾塊 但是你看台塑他們也都做 只是說他們做的 他們不是為了要 要盈利 如果他們今天為了要盈利的話 那恐怕會更可怕 那台灣當然就 下面這一張這業者 就有投入了 那所以說 你說智慧農業 會不會 會不會夯 能不能你 你又看這個 學界 你就知道了 那學界幾乎就是 就是雨後春筍一樣 和到處在開課 那我們學界裡面 以前都只有 五個生機系 就是五個農業機系 台大 中興嘉義屏東宜蘭 五個在做 但是現在不是這樣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 介紹一個 他是清華大學的 事實上交通大學的 胡偉科大 很多都已經在做 都在做智慧農業這一塊 那只是說 因為突然間冒出一個無人機 他現在要把人力切一半 可能一半無人機 一半智慧農業 但是我 我是奉勸大家 還是主力放在 智慧農業這一塊 因為無人機 他畢竟你現在 對大家比較 馬上就明天的 噴藥施肥 就這樣 明天他那一台不能拍照 他有的 像我們那個 翔碳 他就專門 就拍照的 他那個 那個 那個價格恐怕 不是你現在可以負擔的 所以我們一蘭大學就會想到說 那用 可能就是你們來授訓我們用主的 這樣會不會就是說 說你們用 因為你是合格的 所以你可以用 阿不然你明天可以問那個 老師的價格 因為他 他對待每一個人的價格 不是啦 他對待 他對待業者跟對待我們這種 教育不營利的 他們的 他們的公司規範的那個價格不大一樣 所以 要以他的為主 現在雲堂局 針對問題 這以外 他針對自然能把 他們 大學那一天 把這一塊去換 那譬如說 因為現在有一個大學都已經開這個 然後你們針對 那太多人都沒有 譬如說 有小進入 但沒有這個問題 那沒有這個機器 那你不用 好啦 可能找出過 可是 棉藥局那邊已經有明確回應 這必須要 除非說你是 譬如說機車車卡卡 直接說 機車也是卡卡 才算 可是如果你車子沒有卡卡 你就不用 你的地方棉藥局 這一點 我們已經有無口 打算找你再現行 他 他這個是用保險的方式 來處理他 這個匯後我們可以啦 他有分公斤 比如說2.5公斤 25公斤以上 你要有那個 你有那個證照就可以了 那現在在討論說 機子是跟人還是說人 那個 在談那個保險的問題 這個地方應該還是可以解決 所以為什麼說你要來上課 就是那個證照 你要先 先考到使用的 使用飛機的執照 然後接下來專業的噴藥 有噴藥的照 你有事實上就可以用了 我了解現在的 大致上是這樣子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 這個 107年 2018年 整個這樣下來 你就知道這個是一個 一個未來的一個趨勢 所以大家 就是不能逃避了 那所以說我在這邊就跟大家來 介紹一下 這個比較相關的一個技術 那你可能就可以 考慮一下 就是說那 我整個把它秀出來 我們就不要 一個一個 就這樣 好 那 其實它還是跟上面的一樣 跟上面的一樣 就是說 就是說那個 但是 那 還是一樣試乘 那再 跟你最應用 那個 跟你產業最相關的 就是這一個 那這一個的話 這個是我實驗室的東西 那我們大概就是 溫濕度 外氧化碳 影像 然後 然後 其他的是 特殊規格 你們如果要求 我們就會 幫你去達成 好 那 網路的標準 網路的標準 就是 你可以看到的 就所有的東西 這邊少了一個叫LOLA 我等一下會 因為 LOLA那一部分 我本身是 我沒有在用 因為 它是 以應該是 青華大學為主導 它是 它是 一個 那個 學術型在用的 它是標榜 不用錢 低功率 傳輸員 那因為我的實驗室 我們是 比較覺得 因為我 我比較會擔心 就是說我們 比如說我 我前年兩年前 我開始做 我一做做了 十年 我技術都 在那邊 哪一天 他跟我說說 LOLA基地台 因為 金費不足 我們要 測台 那測台之後 那我就整個 應該是理論上不會 但是因為這些學術界 比較會 發生的事情 所以 我還是一樣 是用 電信業的系統 因為 它 在學校不用錢 那如果是到業者的話 可能就兩百多塊 三百塊 一個月 應該會負擔得起 那 又比較穩定 我們就會 我的實驗室就會比較 請上去用它 那個 它其實也不是只有在農業可以用 你看那個上面 它幾乎都可以用 那幾乎你每搭配的一個系統 它都會給你這一個 所以你已經不需要自己 又再去 再去說那個 架主機或什麼 那有的人會說 那我知道上去之後 別人都知道 那我不是就 我不是就 就什麼秘密都被人家知道了 那其實在座如果 比如說現在會有Woggle 最明顯的就是那個Youtube 我今天 我今天坐火車過來很無聊 在看Youtube 你看那個Youtube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你看Youtube的影片 你覺得多 但是你會看到不想要看什麼 你每天在看 包括連續劇 它就算 就算這一個禮拜 出了10檔 10檔連續劇 我看你如果真的要看的人 也是兩三天就看完了 你還覺得它出太慢 怎麼那麼摳你 一個禮拜才 才放4集 害你看完了不知道要幹嘛 你一下就看完了 你真的會 所以一樣那個數據上去 就是說 會看的人跟不會看的人 就會有差別 所以你有時候 你也不用怕說 我要每天 船上去萬一有人那個 那就要看看你能不能看得懂 因為那個量是很大的 有人能夠幫你看得懂 那不是更好 那通常都會 其實都會看不懂 它下來之後 就是要專門 那你只要在下來的時候 那個你有一個專門的是人家不知道的 你不要在上面去弄就好了 好 那這個是 剛剛那個是我那個 兩年多三年前 我開始在走物聯的時候 那個我用的 那我們今年 你就會發覺 物聯網 你挑好之後 其實我應該是這樣講 你要丟錢的時候 你要考慮 你自己那個公司的規模 那你考慮 你怎麼樣丟 那像我們在宜蘭有一個小農 叫陳信妍 他就走得很好 他都自己做 他都自己做 他自己做的話 那個 那個再用起來的話 就 做很不錯 那其實像他那樣 你說 看他 我今年再給他看的時候 他也嚇到了 那進步的真的有 很夠快 因為你在去年的時候 你不會看到這些東西的 像這個你就不會看到 去年你一定看不見 那今年就變成你大家都要會 那也就是說 他的工具是 到今年 要比我上一張多更多東西 那這些就是我們 我們實驗室在用的 這是我自己的實驗室 那我剛剛跟你講 所以有一些雲端的網路 我就跟你講說 其實你不用再去投資 那個 都不用 其實你也不用怕你的資料 資料上去 因為 上去再下來之後 大家看的不一樣 大家看的不一樣 那老實講 而且齁 有種過作物的人都知道 都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比如 有什麼三星蔥 趕快的品種 在 在那個 伊蘭的三星種 在跟別的地方種 就是不一樣 對不對 大家有種過 也就是說 你今天的beta 是你那一塊 區域的 比如說我們是我們花蓮的 對不對 在伊蘭抓到你的beta 就算你把分析結果給他 他要照著做 他也是要修正 他不可能照 不可能 所以你真的不用怕 擔心是用那種開放的平台 因為抓下來之後 那個 建山不是山 那就個人 而且你就算把結果告訴他 他要再換一塊土地 他就是要修正 他不可能一模一樣 這是作物有種過 我們都知道 這是作物的特性 那是因為他裡面有很多細節 是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就跟那個人體一樣 你生病的話 醫生 他再怎麼有辦法治你 他也沒有辦法完全 知道這個人體的運轉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可能只能把你生病 把你治好 大概就是這樣 那未來大概好像手機 這種賴這些 你大概都跑不掉了 這些東西 然後他的 程式設計 那越來越簡單 我現在幾乎到高中生都會了 高中生催你 叫你的小孩來 而且他們 他們現在手機的操作 單手就可以操作 不管你手又老花 還要撥一下眼鏡 他們不用 他們單手就可以操作 打字超快 這個我們現在這華世代 也有他的一個優勢 這個就是 在我實驗室裡面用到的一個 一個系統 價格都很便宜 比如說 這個是 這個是網路的 這個網路叫D1Mini 他都可以連網頁 129塊 所以我每次都 因為我要上課學生 我都買20個 買20個個學生 兩個人 兩個人一套 他們就在玩得很開心 129塊兩個人 他們交的學費也夠 他就可以玩這裡面的東西 所以他在成本上是便宜的 便宜的 那你如果是屬於比較小型的 然後你又不怕那個有故障 你又本身有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 很好用 很好用 那當然那個我後面也會跟你介紹 我一些朋友 他們有開發 那個單位都是幾萬 幾十萬的 那個也有 那個就是說 你的規模夠 你加上去你就不希望他壞 你可能他一用用了兩三年 不過他也可能一年要來保固 不然也是一樣會有問題 那我講這一種的 他們可能 你可能一個月 你發覺有那個狀況 你可能就少回弄一下就又好了 就好像我昨天那個魚 那個那天下大雨 我看到雨刷有聲音 那我到那個車廠 那個師父一天說 我一文件有改刷 那他雨刷看 他說你這個跑掉再夾 夾起來就好了 就沒聲音了 那你如果是那種廉價的 你就是一個月也沒關係 反正我懂 那我們那個小農陳信妍 他就是屬於這一類 我們就很願意 把我們的東西交給他 因為他回去就會用 用得很高興 然後將來他再來 跟大家商個 教大家的經驗 那這樣更好 因為最重要的是他實際有在種 那這些也都是 這些也都是便宜的 便宜的東西 比如說這一個 這一個 老師放一個插座 到底在唱什麼 他這個插座他就是無限的 這個不大會壞 比如說你在設施裡面 你有一些要用電的地方 你就把他放過去 這電力接 可以接六個 他可以控制 六個一百一伏特的按跟off 很好用 這個都 這個比較貴 這個就是 一萬塊以內幾千塊 但是 跟那個別人比起來 他也是算便利 那像這些都很好用 那像那個還有這一個 這個叫做 電力 他這個更便宜 這幾百塊 那你就 你要溫室濕度 溫度濕度 然後那個 化氧化碳氣體 你要感受你就隨便亂丟 還去幾百塊而已 你就不會心疼 那我有一個學生是 因為他有電池的問題 因為他是無限的 那我有一個學生就專門做他 他可以三個月 你都不用管他的電 因為他沒有在感測的時候他就睡覺 他需要感測他醒過來 他充一次電可以用三個月 可以用三個月 他確實是做 然後他就放在我們 我們那個 我們上班那個大樓上面的那個溫室 他就放在那邊做感測 所以這些都是 屬於在廉價的 的一些東西 他今天就看說 這種東西我保證你是 常常一個月可能就要去看一次他 其實他可以用三個月 那關鍵就是說如果你懂的話 他們現在幾乎都很好用 而且我都跟同學講 這邊有百分之八十 我不敢說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百 百分之八十 都三條線而已 三條 他架設很簡單 他架設就是三條線 三條線就是一條五福特的 一條地線 一條信號線 你就是接電源之後 信號線再接到這個板子 看你要用哪一桶插進去 你就完成了 你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他是很簡單 他是很簡單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容易 推廣的 很容易去推廣的一個 一個東西 好 好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跟同學講的 這是還是去年的 去年的 因為今年那一個 那個 那個我現在正邊交邊在 對 這是去年的 就是說呢 你整個 這個運用板 這個我印象中也是幾百塊 那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 把他跨接加起來以後 你透過 我們 這個是我的習慣 我還是透過Wi-Fi 就是說 今天我們只要你吃到飽 這樣一打開來 他就可以用了 透過Wi-Fi 那Wi-Fi的話 我們就可以到這個 那個到雲端 這個雲端是因為我 我在實驗室 長這個樣子 小小的一個 我們是用自己的 其實你就用共通平台 就去你你就你就不用錢了 那你就可以用那個手機收拔Email 你整個都可以去監控他 那這個前端就是說 你到底需要什麼 比如說你要感受粉塵 溫濕度 超音波或什麼 你到底你的現場 你需要感測什麼東西的話 那那個照度這些都是很便宜的感測器 你都可以很輕易的去架設他 好 那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整個 這個是我控制的主機 就是說 我們在做那個物聯網控制的時候 我們的主機就這個跌起來 就這樣小小的 大概我這個 四根手指頭這樣大的東西 你就完成那個物聯網主機的一個 一個架設 那這個成本比較貴 大概要2000多塊 那買的時候就是這個價格 那這個就是我們整個在做的 包括我們有電力控制系統 那我們有一些 好分享 這個分享器你不一定要用這個 因為分享器很多很便宜 但是我我也跟你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說 我現在在拜那個高中生做那一組 這個很恐怖 這個你那個 他量的時候電磁波就 比如說你這個手機想電磁波可能3 他是13 他是13 我們那個水 在零下20度的時候結冰是六邊形 六邊形 然後這個上來之後他變四邊形 他就是說你 那人體都是水分 他會有影響 所以這 這個分享器是很好用 但是你 還是放離人體遠一點 好 那接下來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說你如果 剛剛是說你有成本不夠 你要信 那你就這樣 但是你家 你們那個規模夠大 像我那個在跑那個 那個很多 比如說新社那個廖班長 五十號班他們廖家 然後那個曾明鏡 好久沒去他那邊了 他那個玻璃溫室 那他們 他們家可能就可以用這種設備 好 那這種設備架起來 架設起來都是 至少都是 以萬單位那兩位數字開頭的 好 兩位數字開頭的 那他的系統是用什麼呢 他的系統是用那個可聲式控制器 好 PLC 然後 再搭配一些感測 他的感測器也都是要3萬的 感測器 那他的問題是 他的問題會有幾個 是 他我先講他的優點好了 他的優點是 非常的穩定 因為可能是控制器工廠在用的 他加到溫室裡面 絕對是不害的 你大概放個一兩年都 你都不用去看他 然後他的那個控制箱 那個工業配電 我們依然有 我們依然大學一個展示間 就專門展示這一套 因為這個老闆是我的 我的學生 那我的學生他很有趣 他在宜蘭大學的時候 他是學這個的 可能是控制器 那後來因為他 大學部畢業以後呢 他說他要讀台大 結果他沒考上 沒考上 那考上中興 然後他到中興大學的時候 他是做花箱 完全跟這個沒有關係 然後他 他後來要當兵 他就到那個 那個農事所去 當三年的替代役 然後他又從上就越 又把我們大學的東西 再弄一遍 他也認真 因為他後來 他跟我講說 他後來有到評科大去 學模擬 那個評科大有一個美好的學 那後來就變成這一整套 剛好他那三年替代役 當完之後 那個公司也就成立了 就一直到 到這一個時候 那他的可能是控制器 就是業界用 其實我們都知道 他在當學生的時代 那個都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那個系統到現在都很穩定 他不太容易壞 他不太容易壞 PLC不太容易壞 那他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他這一套可能我認為 在幾年內也會被取代 那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那個 因為他的網路功能 他網路功能受限於PLC 那個16L的關係 所以他在傳中文字跟影像的時候 他沒辦法出不出去 現在華為都被走 因為在處理這個東西 華為就做厲害了 所以我才會說華為是一個 很可怕的一家公司 他 我從來沒有想過他會到農業這個 領域過來 可是他就是進來 那所以說這一套 這一套將來就會有點 有點危險 因為他畢竟他在傳的時候 因為PLC當時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那個 Mitsubishi 坐車子的那個Mitsubishi 那Mitsubishi他這個是用在他的電梯 他的電梯 所以Mitsubishi他根本就沒有想到要做什麼網路 因為他自己公司在用 他就用不完了 所以他這間人下來 他也沒有太大的進步 他後來這個會進步是因為台商 去學他的可能是控制器 然後他自己再去做 所以他們現在後來他們也都沒有用三菱的 他們都是用台商做的 也很穩定 那台商現在這套系統他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歐姆龍他們現在歐洲的那個協定也改了 那歐洲的協定改他整個完全那個都 借地圖什麼那個完全都不一樣了 那歐姆龍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是因應網路的時代 那所以說他將來那個網路在5G 在下來的時候這一套 這一套就有點我們 小時候我們在看那個卡通影片 那個無底鐵軍鋼的話 他可能會第一代 那個機械獸第二代來的時候 他可能就不行 他就要用第二代的無底鐵軍鋼 不然他就沒辦法應付 有點這種感覺 那這個我覺得他 他的壽命應該至大概5年應該還會有 如果說你今天你不是很在乎那個 不論你的設施你不是很在乎 你將來要有影像要有什麼的話 那這套系統他是很穩定 你的成本如果幾十萬你又願意花的話 那這套成本就可以在你的 你的設施裡面去用他 那我在那個神乃牧場 在彰化那個 等一下在我去那個神乃牧場 我們就用這一個 那因為他又加了那個噴霧器 所以他整個是花了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 但是他說很老用 他到現在 他到現在還在用 那因為神乃是我第一個去的一個 一個牧場 我現在沒有放他照片 可是我後來去了另外一家 一家叫大盆 我到大盆之後 我回來之後我就不大敢跟那個神來講 因為我看了大盆的那個 因為我們不是羊的專家 那我看了大盆的廠之後 我才發覺說 其實你有很多成本 你可以在蓋那個廠的時候 然後你就省下來 他神乃他會那麼 他會那麼貴 是因為他那個是傳統那個羊色 那個大盆他是已經改造過 他那個去齁 你去洋廠都有那個羊的那個 排泄物的味道 他那個沒有 他那個設計的整個都出去了 整個都出去了 那我這邊要 就回到我剛剛前面那個投影片就是說 你在用這種智慧農業的最根本 就是你一開始的地方 對就會省下很多東西 大盆跟神來兩個就是一個 我覺得一個典型的對照 那你到大盆的時候 你就不用那個噴霧器了 那個噴霧降溫 你就不用那個東西了 那當那個噴霧降溫 你大概就省了100萬的設備 他就確實不用那個東西 他可能就是用兩位數字就可以解決 他的那個智慧農業物聯網的溫 他就解決掉了 所以根本還是在於 你對於你的設施的現場 你如果規劃的越好 你後面的成本就會更節省 就會更節省 好 那這個就是那個整個 他上面那一派整個系統 他整個架構就是說 他事實上那個就是電腦 那他事實上就是透過一個 可能是控制器 然後他把那個信息抓進來 然後他有一些人際界面 你可以在平板 可以在那種電腦 可以在手機 他都長得一模一樣 你就可以網路的監控 那他現在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因為他受到那個 PLC他傳輸那個 那個16bit的問題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你會看到的是英文字 他中文字 目前你用這套系統 還沒有辦法克服 你看不到影像 你影像的部分 他目前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好 那不管是第一套那種節能的 或者那個省錢的 或者第二套 這種比較工業級的 那其實你無謂你要知道的就是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如果你又回到我實驗室那一套的話 都是都是一千塊以來的東西 都是一千塊以內的東西 那這些都是就比較貴了 因為這些沒辦法 因為這是文字業者要提供的 那再看到介面 這個你都可以 這個層次都可以自己寫 比如說因為那MIT的那個APP Inventor 你只要上網上去 要拉拉 用那個圖片拉一拉 記錄堆一堆 然後會出APK 然後放到你手機就可以了 現在都這樣 我們要同學 不要說我們大學部的同學 我們那個高中生 那一來大概兩節課就都會了 都會了 所以上手其實是非常快 只是說你就真的要有那個電腦 大家就真的一步一步的在操作 其實會了就很快 那再如果是你這樣的話 如果是我那套系統的話 你大概就是這裡要花很多錢 其他這些就要花錢 那其他的就不用 其他的就不用 不用 那個都是有一些現成的東西可以讓你用 好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那我們的聖施產業能不能搭得上 我剛好是三年前 三年前 那個農委會要我去看 那個幾大產業 他其實都 他剛剛講那個十大產業 其實那好幾年前他都決定了 那他就要我們去看 那我就看了很多 所以 認識了很多朋友 也知道了一些現況 那我們就把那個設施農業的現況 讓大家了解 那你就看一下說 那將來你要怎麼用 那他第一個就叫我們去看葡萄 那叫我們去葡萄 所以我就把 你看我們那時候 把他的那個什麼通路啊 那個照價 這個是 這個大概是 就是 前年齁 前年的那個價格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漲價 但是這個是我們那時候 問到的一些價格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 參考一下 這個問題多少 你看政府補助的到底是對不對 我們去問的大概是 是這樣子 他的通路 這些我們大概 也都 也都知道 今年 今年說那個台大有一個會計系畢業的 會計系 台大會計系以後當會計師不得了 會計系畢業 然後 他說他不要當會計師 他跑到法國去釀葡萄酒 他說他 他大學畢業才發覺他這一輩子 就是那個 那新聞 在台大鬧得很大 就是說 他這一輩子發覺他是為了葡萄酒 所以他就不管他爸爸媽媽就 跑去拉國做葡萄酒 這 講到葡萄了 好 這是我們看到的一個現況 那這是我們看到 你看他那個在架就 搭配他看到 因為在這可能有人比有更正 專家 這是我們看到的第一階跟中間 那這個是 挑高卷良型 不過 因為像這個我個人就比較不能夠理解 就是說因為我們只是業者告訴我們要什麼 我們做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真的在中 可是一般我看運勢業者都會想要高再高 那像有的法律規定什麼 5米5不能超過6米或5米5 他們都會想要蓋到緊繃 我去看到他們都會想要高 那這邊挑高 可是我自己回來在做模擬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溫度會有差 只是說那個是不是可以溶冷的範圍之內 比如說4度 是不是你可以溶冷的範圍之內 那這個我覺得還要更多的那個就是說 是真的需要有那麼高嗎 還是說你加一些天窗就可以了 但是我待業者的時候他們確實都是希望能夠比較高 好 那木瓜這個比較特別 木瓜呢 它是 我記得它是都 都是用有網式去栽培的 然後 那你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所以我在想說 它會用網的話就是因為它可能就是掉防蟲 所以我去看到的是就是這樣 那因為看到之類以後 那它的形態就是有 就大概我們把它分就是網式 然後中間 但是你也有看到它真的是蓋個鋼骨結構的也有 那就真的是看每一家的一個成本 成本來看一下 這是木瓜的一個一個情況 那我們那時候去看那個陽極梗 我們這個通路也都有問它 那你看它每一個 你就會發覺 所以你有時候 老實講我也沒有辦法 你就看說它同樣在蓋溫室 但是他們的造價 你都看得不一樣 所以你每一個產業 應該溫室是每一個產業 它的那個 它蓋在它那個作物 我們調查出來的時候 就是說它的造價都不 除非你這個應該都蠻接近的 這個都蠻比較接近 那 這個它的溫室的形式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是看到 開這樣子的天窗 它是看起來像那個 大概就是 這是我認識的那幾個可能有蓋的 因為它蓋的溫室都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我跟這個溫馨蘭 就更有緣 這個是 這個是 真的很有緣 因為我當時要找那個新生那一家的時候 因為它那個路 彎來彎去 我有點迷路 後來還終於問到了 然後他們大概現在很多種這個叫檸檬綠 這邊有沒有種溫馨蘭的 沒有 因為它是新色花海 我就到他們那個 然後因為我們去看的時候 還要他們做問卷 我那天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這個就是我到他們那邊去看 那個 我是開那個RAVOR 就是我那時候還降價100多萬 因為要換他要趕打槽換貸 他便宜15萬給我 所以我整個定價105 我95萬含保險 我又 車子又買我老婆的名字 又省5000塊 所以保險等下5萬又變4萬 我就開那個來 其實我已經自己覺得我開的車子不錯了 比起那個我小舊子開那個 70幾萬了 我已經多他20萬了 然後開 然後就到那個 到這個厚禮班 不是厚禮 這個新色班 因為厚禮是另外一個班長 那我到這個新色班的時候 他說 你來看完之後 沒辦法寫一下文件 他說 寫文件 他就叫他5個班員來5個 你知道嗎 全部都立恩大學 我就想說 這文心蘭 可能真的是 難怪外銷日本 那都開BMW 他那個老闆開的最好 因為他是開X7的 就是BMW那一個 那我就看他很不錯 那我回來之後 沒幾年他就拿那個神龍獎 前陣子 廖家 52班 新色52班 那 他們這個 他們這一個 他們這個裡面就有很多智能化 那其中是 這一個三星 三星這一個 這一個我看最特別 所以我一直強調 你在做物圓網 你如果一開始就設計好的話 你很多錢都省下來 三星圓獄這個鄭明鏡 他是從此中文心蘭 或那個 他有幫人家疫苗 他 因為我們跟荷蘭的溫室不大一樣 荷蘭是要 要升溫 我們是都要降溫 對不對 他在他們家的溫室 爬頭腳 挖了幾米 他跟我講一講 我真的忘記了 挖挖挖 他說他剛開始很怕 他錯了 因為他是看到 大陸有一個文獻說 挖挖挖 最後那個 那個風 是涼的 挖挖挖 他剛開始有點慌 因為挖 沒有挖到涼的 最後挖到 深的20度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溫室 他沒有 他沒有做那個降溫設備 你沒有看到那個 有風扇 但是沒有水牆 沒有水牆 他就是從那個 挖的那個 下面那個 Q風起來 Q起來 所以他冬天夏天都是20度 因為那個地球 地球那個下面那個就是 那個風 都是20度 他就節省了很多成本 我去看那個場子 除了覺得 因為他是玻璃的 所以他招架最貴 然後他那個 那個 那個 曾明鏡 我們叫他曾靖哥 曾靖哥他說他 他做了這個 文心蘭 做了 做了幾十年 他有賺錢 但是他都沒有花到錢 為什麼 因為他一賺錢就丟進去 一賺錢就丟進去 他說那個好像是宿命 所以他上面還有太陽能板 效果不好 那他整個就是丟掉 所以他的是玻璃的 他的是很扭那個 我是覺得蠻可看的 那他這樣就會少掉 那些設備 我們剛剛看到物聯網的設備都很便宜 如果你是用我的是便宜的 其實你如果用另外那種 比較穩定的 你也不會 你二位數而已 其實你摊下來 我覺得也還好 但是你那個設備 你可能就都不是那個價格的 比如說我們那個噴霧降溫器 可能要一百萬八十萬 那個就會很貴 那你那個拉下去之後 你一旦他 他規劃對了 他就可以撿很多物聯網的成本 他就節省下來 那這就是一開始 你還蠻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就 他這個 他這個 他這個場要做物聯網就很快 因為 他中間的很多東西其實都已經 都做好 而且他是PLC 我只要 再 幫他架感測器就可以了 那但是PLC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的學生有做過 然後台灣大學的陳世民老師也做過 我們試著要把那個改成無限的 改成無限的 可以 但是我們改完之後就是說 本來他搭配的那個感測器 都是比如說兩萬三萬 可是你變成用我們的 你又是要回到用那個 用那個幾百塊的 那個就是我講的 你可能就要常常去那個 你如果要用我的 你幹嘛要用PLC 對不對 你連PLC的錢都會省下來 所以到目前為止像這樣的場 如果要把它用在 那個 那個智慧農業 就是所謂的物聯網 你要用在那個 設施產業的話 那你還是必須 你就是必須要拉有限 其實那山就很貴 因為你溫室不可能 每一間都比這間教室大 你不可能小小的 一分地 一分地常見 一間一分地 最少有100多坪 對不對 那你拉那個線 那個線材其實是 有成本在裡面的 因為我後來 後來我的教室也拉過 我知道那個也不便宜 那確實都是 那個線材都是錢 好 那這個木耳 木耳我這邊就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稍微快一點 木耳是他要 他要做智慧農業 是 是我覺得是最快的 因為他本身都是一間一間 然後他常常都是這樣 所以他要做其實最快的 他是最快的 但是你就是挑你的那個要 你挑的你的產品 就是那個經濟價值要高 因為同樣他一間一間的話 他的設備費跟那個就會比較高 那前一陣子有報導 就香檳菇嘛 五星級的那個 那個很貴的嘛 就是你要鎖定那種高端的 高端的人口在做 那我們也去看過一些現場 好 那這個 這個田椒 田椒其實我跑過很多地方 我包括我人第一代的那個阿伯 種田椒我們第一代的 他全國他第一個種的那個阿伯 在越美新竹我都把它找到 他86歲了 我去的時候86歲 以後隔了兩三年 他快90歲了 不知道還在不在 但是現在 田椒發揚光大的是在新港 新港那個叫吳石城 那時候就去看他 那他們他們這一個 所以這一個這個設施在用 你就會那個 因為我們都知道 因為他 到新港的時候 他很多還是這樣子種 跟他那些山坪沖一樣 他自己跑開就是好矮 好矮這樣種 但是田椒最被人家詬病的是什麼問題 像有些人他不太吃田椒 因為他認為田椒裡面的什麼量 比較高 對 殘料量很高 一般就會有這樣的疑慮 所以那個我們就會比較建立他就是 搭配這個網 因為你為什麼要用藥就是要防蟲 你如果蟲可以防得好的話 你就會那個 那因為那個吳班長 他說他正經 我們去的時候他正經拿來直接吃 他就拿來 他就告訴我說他沒油 他就播說老師在家 我喜歡我也吃 我是吃到 我到現在 因為可能量也很少 不過因為 茶椒我也常吃 但是我相信他如果 控制的好的話 有防到蟲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那個藥量 我是覺得會 會有 我覺得會有幫助 那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要設施 這 你由這邊 那葉菜類這個是在桃園 這個是在桃園 那 這邊 我覺得他這個就真的是很需要 很需要智慧農業去幫忙他 因為智慧農業包括 因為這件是歐巴桑在那裡 那菜有一個問題是 因為菜的話 你會發覺 他相對的比那個文心蘭蝴蝶蘭 你就相對他的 設施就會 簡易了很多 因為他畢竟他的 他這個的價格就是沒那麼大 但是相對他也一直在生產 所以他 他 就看你每一個溫室 他就會需要省工 省工可能就是 看看有沒有辦法機器去幫他 處理這些 這些事情 這個是我們 我們整個去看到的 這個 那接下來我就是 跑 這個 番茄 小番茄我跑了兩家 一個是 金勇 金勇 他號稱番茄王子 給我好弄的 然後一個是高平 這是高平 高平這個是女神農 那個 我有去看過他們兩個 那他們這個就是說 他們是結合觀光 他們是結合觀光 所以他們這個 他們在這個在推 推智慧農業的時候就會跟 其他的又不大一樣 前面講的可能會 Focus在那個 設施裡面的 一些感測 你在做物生長 然後他們的情況可能就要包含那個 通路跟一些 他們應該是生長以外的一些 東西 比較需要我們幫他做物聯網 那但是他們其實他們已經都有自己的 我們都有自己的那個 而且他們那個 像那個金勇 金勇我後來 因為後來跟他聊到最後很開心 他說他一個月 他養了22個員工 他養了22個員工 因為金勇在那個 新竹那個一個觀光的 他說他把他的所有的成本都扣掉 包括員工薪水都發出去了 他一個月最少還有利潤是70 所以他有跟我講說老師你看我很好 其實我很辛苦 他說我不是跟他做家 因為我們看到他那個觀光工廠的光鮮亮麗 好像老師我在餐的 你種在小番茄都沒看到 因為他另外還有那個 他的物聯網會跟我們做不太一樣 他是有專門在生產的文室 有讓那個人家觀光客去玩的 玩的那個文室 你也真的不佩服他 就是說人家會成功 真的是有他的一套 那我就因為這樣子就 就結識了很多那個 這些小農 我那時候就是 東部地區比較沒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習慣開車 跑這些東西要開車 我老婆就不讓我開車 那個風景很好 很喜歡開從宜蘭開到花蓮 他不讓我開 我總不能勾到屏東這樣再上來 所以你就很抱歉 沒有看到我們這邊的 不是我不來 是因為那時候他就覺得說 你不要去開那個 坐我車我就不方便 我要租車就幹嘛 所以我這個整個就 比較沒有這些東西 那這個 因為我剩下20分鐘 那我這個包到座月 他事實上我都有結論 你們這個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這邊溫室介紹 其實我們 開始在做的時候 我們 我簡單的 我們去看你的溫室的時候 你可能都已經蓋好了 也可能沒有蓋 那一般的話 我們會調你的地基圖 然後去看 一般就會盡量 就是南北向 然後接下來我們大家因為現在都很容易就是那個 那個Sketch Sketch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想怎麼樣子 那現在更厲害 那現在是因為我這幾年因為 因為接行政關係 他現在也可以變成立體的 你現在去看那個 如果各位 各位要看那個 如果說家裡有那個田 要蓋一些 現在都有 他有告訴你可以長什麼 而且不是台灣人畫的 外國人畫的 畫得很漂亮 那你去晃一晃 你就可以知道我家以後就是要 蓋這個 也不會大 因為他都設計的很小 應該不會造成政府的困擾 他都蓋得很小小的 他很真的 你會發覺說 那我 在我家裡就好 那個 現在都有 那像這個我們也是都可以 依現在都可以畫給你 而且 他還可以 弄得跟真的很像 這個還沒有那麼像 這個就是大家 就參考一下 這個大概是 那個 因為溫室我們也有 那這裡這個比較重要 就是說 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 不知道你到底有什麼需求 那就是基本配備 對不對 那基本配備就是一些 氣象障 風速日照 雨水 因為我們要知道 醉物到底怕水還是不怕水 然後其實這個 這一個就可以變很多了 一般弄的就沒了 這個 有的是可以回收的 那你的是不是要回收 真的也不會花太多 可是 其實是可以回收的 那如果你第一罐是有針對他 去滴的話 去滴的話 那個也會節省 那你又有網 又防蟲 那你進來的時候又有隔 你蟲防得好的話 那那個 那個 其實整個 整個你在做這一個 物聯網的時候 你成本可以降低很多 那這些氧液系統 其實貴的都是在設備 不是在物聯網 那你要自己要去挑 那包括那個 像這個 這個 這個 降溫的系統 神來就是架這個 因為他的氧 他的氧 必須維持在26度到28度 那你要夏天30幾物 他受不了 那氧又怕水 羊又怕水 所以你那個 微物要很細 他 他不會沾到他的皮膚 就在毛的地方就 蒸發掉 那個系統就80幾萬 可能要 現在搞不好上百萬 這 這 櫃都櫃在這些設備 那你就 看你需不需要 那像這種 這種系統 那個 那個 三星都不用 因為三星他就是 從下面抽20度的風扇 那這些 完全完全他都不用 他都可以省掉了 那我這邊其實 我會那麼快 是因為 你講溫室 你一定要看一個 其實我今天準備了還蠻多的 但是其實你一定要看這個 這幾個國家齁 你一定要看 你才會知道說 可能齁 你大概都已經 沒辦法逃避了齁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荷蘭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天怡 歡迎收看消失的國界今天的播出 荷蘭面積跟台灣差不多 不出來 全國大概 一千多萬多 那 所以都是他不能播吧 那是全世界的第18大經濟體 在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類排行 這個老實講 這個就不是 但和先進國家的觀念不一樣 荷蘭發展高科技 它的第一步就是應用在農業 在荷蘭這可是一個會賺錢的產業 每一位的荷蘭農民的平均收入 大概是新台幣214萬 而在荷蘭有十萬多名年收入 百萬歐元的農民富翁 在產值來看 荷蘭是世界第二大的農產出口國 我的花鼠不見了 荷蘭在2018年有1200億歐元 第二名荷蘭也破了1000億歐元 不過美國的土地面積 可是荷蘭的270倍 而荷蘭供應到歐洲各國的新鮮蔬果 更是它的強調 荷蘭又跑出來了 剛剛不見了 全球人口都還在增加 所以有怎樣可以播 雙螢幕謝謝 荷蘭的使命就是造糧還有暢糧 他們自己經商四百多年來 他們就玩農業 當作自己產業的一彎 跟地有限 他們就拉長作物的生長時間 24小時不停的生產 而且最期待的 就是位在西南方領海城市 韋斯特蘭 在這裡看到的每一間溫室 都有1000多品 他剛剛前面講 就是說 在荷蘭他們每一個農民的收入 然後都是到 就是在台灣大概排名90%以上 然後他們幾乎每一戶都是這樣 所以 然後他們的人口比台灣的人還少 可是他農業的產量是全國排名低要僅次於美國 可是美國的土地是他們要齊北 那你到他們回來的時候 你二八節 你整個看過去就是溫室 他晚上都是燈 那他的 他簡單的講就是說 他的生產 他的生產都是 都是沒有停的 都沒有停的 像什麼宜蘭的那個水道要 一起跟撞澳 他在那邊都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就是一直撞一直撞 但是他們在種的同時就抓data的 在台灣沒做的 所以台灣為什麼那麼急著要做 他們種的同時就抓data 然後抓data有問題就摧政 所以我們剛剛的物聯網就是在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可能剛開始 可是我們就是在種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要把data抓進來 然後他晚上看的時候就 每一間都這樣 那他是玻璃溫室 然後他的 他甚至連燈光也都 幾乎都因為 那個北欧嘛 他也都不太靠 他都是人造 很多都是人造光 一公頃溫室更定 整天下來只需要一名工人 先替未發芽的種子 蓋上帆布 而已長出新葉的水晴 則在陽光充足的大白天 再加碼再照溫室燈光 所以我們在設施控制的時候 我的理解也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光 然後光我們就當然要上個光 可是那三個比例會決定你的作物 那到底他要照多久 那個 然後他們是連那個整個那個 他們那個溫室那個網 他們都有設計過 什麼樣的空氣可以進來 要進來多少 他們都有 有專門去做過這些研究 他不會告訴你 那個我們 台灣如果要跟我們就要自己做 那我們現在要做 做資源我們會做物聯網 我們就是要抓這樣的數據 抓這樣的數據 那它上面的根 比如說像這種 好幾百度的 它就會架在很高的一個 一個地方 所以它 事實上太陽光對它的影響 也不大 因此遠遠的高掛屋頂 When they get more light between the plants you can you can add more plants at the square meter so when you add more plants at the square meter the productivity will go up directly 對 全部都是 然後他們 其實我是覺得我們台灣 不知道可不會仿效 就是說荷蘭人 他不會覺得 等一下你會看到一個大陸的女生 他去那邊交換學生 他說他要來 有時候他爸爸媽媽都查不起他 因為他爸爸媽媽說 你為什麼不去設計業 你為什麼要到農業 但是他說他來這邊之後 他很驕傲啊 他很驕傲 因為他說原來農夫可以這樣子當 那台灣也是我覺得 台灣應該是有點錢 跟他們一樣 可是那個想法要 要顛覆 我覺得是要顛覆 然後照 你看他們這樣子 他們也都 那個環境都還不錯啊 都很好 那這個叫包括物流 所以你整個要做的話包括物流 所以我們剛剛為什麼會提到冷鏈 那這個是一整個下來 所以他中間也提到一個叫 叫區塊鏈 那區塊鏈他 他其實是那種普特幣的 比特幣的觀念 因為他想說你的錢 如果集中在銀行 讓你銀行被攻擊或倒掉的話 就那個 所以比特幣是用分散的 那個叫區塊鏈 就把它分散掉 那其實台灣可能就慢慢 為什麼要 我們剛剛有張投影片 農民小聯盟大聯盟 就是說 可能大家就是一個區塊一個區塊 到時候再看怎樣去連結 那政府就可能可以幫你做冷鏈的一個部分 都標記掌握到最重要的農科數據後 番茄農 所以他們是每一個在種的時候 童子就抓 童子就抓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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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們 他們做到 而且他們領先很多了 你看他們整個那個 而且農藥減用98% 水結成9成 那這樣子做了以後不管是水 那肥料 裡面應該因為已經都防衝網了 所以那個用 那個用藥應該就會減少很多 如果你有做回收的話 兩千七百公噸 荷蘭則是五萬六千噸 也就是高達二十倍 他們的農場在半空中 番茄豬能長到六公尺 而且不須一丁點泥土 全部種在鮮為十年 澆水的同時 水循環再利用 出地的加熱管線也是綠水管線 雖然是小火但創糧的背後有著濃濃使命感 因為到二零五零年全世界人口 將從現在的七十五億爆增到一百億 如果糧食不足將有十億人口陷入激況 荷蘭以人定勝天的意志 讓農業成為賺錢科技產業的同時 也替著古老行業開創全新樣貌 好 那其實我們就先到這邊停了 那個因為時間是要到了 那他又跑了下一個 他可能會自己跑我下一個吧 好 那我怎麼會關不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好 那我把他關掉好了 那那個其實我裡面還有一個 我用講比較好的 日本 日本現在要做什麼 日本跟台灣不太一樣是 日本 他因為我去他那邊看過 他比如說你那個拉雅 或者是西瓜 隨便一個品種 香瓜 只要他種的 他就 我不知道他怎麼種的 他因為他只讓你看 他可以種出大小都一模一樣的 你相信嗎 他就是 送出大小都一樣的 他你就是到那個原子裡面 我們一般 比如說我去種一個香瓜 我可能會有 有這麼大這樣這樣 雖然不會差很多 但是我就沒有辦法 都一樣大 可是他 他日本他種出來就可以 都一樣大 他就完全都可以 都一樣大 然後他也不會告訴你他怎麼種的 反正你一直看到就是 每一顆你把它摘起來 就是一樣大 就是一樣大 那個就日本 就日本 那 就日本最新我們知道的 我就沒放 我用講的 日本他們 他們現在的野心更大是 你剛剛看到荷蘭 荷蘭他是 荷蘭是以生產 我覺得他是以生產做主導 所以他是整個都是在作物上 然後他去邊種邊抓他的data 然後他去修他 所以他的物聯網是為了 為了讓作物生長 他更了解他 他才去做 他今天不是為了做物聯網去設施 他不是為了這個去駕 他是為了真的他想要知道他去駕 那我想荷蘭這個是我們最能夠學的 所以好多影片我就放一個就好了 那日本他們的那個東京大學 他們現在的一間溫室是 他們強迫自己裡面一個人都不能有 對 包括採收包括都不能有人 然後 對 機器人全部都機器人在弄 他們已經是這樣子在做了 已經在做了 那最新知道的是華為也要做 那華為我不知道他要怎麼做 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再跟大家分享 只是知道說那個華為大概是 他們的國家有命令下來他要做 他要做農業這一塊 而且他要把他的5G就用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要想說 你剛剛也看到我到各地去看 其實我們是分散的 我們是分散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初步就是說你可能要決定你要用哪些東西去做 其實我覺得那個很快 就我剛剛講過 沙雕山 電源線跟一個訊號線沙雕山 你就可以抓到你要的 那個data我們到底要看什麼 這個看什麼你們知道 我們可以幫你 大家要來蒐集 可能這樣子 有機會再慢慢的 像政府講的慢慢慢慢這樣 大概是 這是我理解的 那 我以上就到這邊 我們有什麼問題嗎 其實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我也可以過來 你們只要 比如兩個到三個有一台筆電 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對你們影響太大 那我們是這樣子 你們只要比如說這樣兩個人一桌有一個筆電 或者是三個人有一個筆電 我把我們那個 因為我們那個東西都很小 我把它背過來就好 我把它背過來就一人一套 我大概整個帶一下你們大概就知道 我大概有20套 所以人也不能太多 20套的話 如果兩個人就是40個人 我簡單的用那個電腦 你弄 跟你們說怎麼弄 那個兩個小時就會了 兩個小時 我是說真的 那個很簡單 那我在大高中生他們都很快就會了 還有什麼問題 可是宜蘭大學 我現在也可以到我們那邊 都可以 其實也可以 可以跟阿牧講 因為他現在是農機班在我那邊 我不會主動去開這種 因為我們的 尤其是我 因為我快要下系主任了 我在 我7月就下午可能時間比較多 當然時間當然是比較空阿 可以 可以阿 就是說 我現在比較是開那個農機班 會在我們那邊 因為有時候你要10座 就會在我們那邊 像這種物聯網的課也可以 也可以 我們就是專門就是 10座 你了解說上面有些三條線 對不對 你剛剛想那個 小小的手掌那個叫主機 那個怎麼樣 一臉 然後你又看 紙巾那麼簡單 都用那邊拖的 那邊就動了 阿 如果你壞掉自己會維修的話 我覺得一個月 一個月不要說幾百塊 一個月可能一兩千塊 可能也還好 因為像我這個吃到飽我就一千塊 應該我覺得還好 阿這個都很容易 我覺得那個 一漲兩千塊就會了 這個是可以的 可以的 沒問題 那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那個嗎 那個荷蘭 荷蘭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後來就是 蓋在溫室裡面 那本來 你們要那個 他好像是要 授粉的時候要養蜜蜂 然後他們在溫室裡面有專門 他那個 他那個 養蜂的那個 那個 那個箱子 蜂箱跟外面的不一樣 其實我有那個影片 或者是說 我這個 我看這樣好了 我收的影片 我就把它卡在桌面 你們有興趣 你們去 因為我今天也來不及播給你們看 阿其實我資料都可以給你們 因為 因為我就是 我每次去演講都跟學院講說 我今天準備了 你可能現在就要看 阿你現在不看的話 可能你過了一年兩年 會有更新的東西出來 那我這些都可以 我等一下就把它卡在桌面上 那你們有興趣 他裡面有講到一個蜂箱 他進去室內以後 因為我們都知道 溫室做得好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進去 他最主要考量是成本的問題 阿 但是你要授本的話 你要授本的話 就是因為你都防蟲了 你那個外面的蟲進不來的話 你秘密工就要養在裡面 阿他 那個荷蘭他就有 他的那個 他那個蜂箱跟我們外面那個不一樣 你可以去參考他們做的 阿聽說效果更好 我至少看到他講的是 我那邊有影片 他的效果是更好的 好 降溫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開那個天窗 開那個天窗 對 對 那再來就是 你旁邊 你旁邊捲梁 捲梁的話 那個蜂也是可以 那 自然的肌肉 好像在降下來 對 阿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講說 我們在該溫室的時候 看那個地基土的時候 原則上是南北向 阿我們到你那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也要看你風怎麼吹阿 阿你如果你風吹的話 你那個天 那個天窗開的時候 如果對的話 那就會省很多 那因為 我有做過那個模擬 我就剛剛講說 你溫室4度5度 你可不可以忍受 因為其實他要整個 那個溫度的分佈來講的話 因為你座位是長在下面 所以 我其實有點 我就是一直不大能夠 因為我還沒有做到很完整 我可能要再多一點時間去模擬 模擬 或真的去量測他的時候 我倒是覺得 你比如說 你起到四里五 五里五 六里 那個差到底 有很多嗎 這一點我是比較 覺得還要驗證 阿但是你開那個天窗 你只要開對方向的話 那個方向起來 就像那樣的 一樣的意思 但現在有一個問題來了 有一個問題來了 就是說 你外面的方向也是燙的 對不對 你開開就 那你那時候就真的是 真的是要像他有那個 噴霧的 水流很過 也是 現在也是很有整理 你就是要有一個噴霧的東西 那你無非是因為作物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有物聯網的話 因為我們以前的噴是你整間都噴 你整間都噴 其實你整間都噴是涼的涼 作物有沒有涼到我們就不知道 那你如果說像我們那個 滴灌都已經在他旁邊去噴的話 那你就一定肯定就是影響到它 那你要感測器便宜 你在旁邊噴在旁邊感測的話 其實就可以克服 再搭配那個天窗打開 再怎麼樣外面的溫度一定比溫 如果我們正常的理解的話 你因為你是風起來 你外面的溫度一定是比裡面的溫度高 那熱空氣會上升 所以下面一定是比較低 所以你只要遵循這樣的原則 我覺得應該噴就是噴到你要的地方 就好了 第一個量又省 第二個效果又有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再設施物聯網的 你這時候就真的要用便宜的 你就真的不要用它那個 因為你沒有辦法 比如說我們這邊這123456 18個20個對不對 你如果用那一套工業型的 你加20套你看看 所以他一定是挑重點 你這間送電話感測點在那個地方 他會加在那邊 可是你如果是用幾百塊的 像我們那個還有那個溫濕度的67塊 67塊 你一個作物放一個你也不會捨不得 對不對 而且他又不是那麼快壞掉 那個噴的也是一下子一個動作而已 那你這樣子你就可以 可以加就降它的溫 我覺得應該會解決問題 或者是減量 他就是挖 我可能再跟他確認 不知道是5米還是6米 我忘記了 挖一個洞嗎還是整天空 可能這邊有人說不止 我覺得應該不止 因為他好像跟我說 他不知道挖到幾米的時候 他心裡面開始慌 我再去跟那個真明鏡再問他 因為他如果跟我講一講 我有點忘記了 他跟我講說 喂喂喂 他因為他說他情已經過了 但他如果沒有效果 他就整個都撈掉了 他就一直挖一直挖 他最後就成功了 我再問他 我再跟阿牧你們有群組 我再告訴你們 這邊可能講的是對的 因為他 我總之我覺得他挖很深很深 然後他說 越挖越害怕 他說我會不會錢 就血本無歸 然後他整個都規劃 可是後來成功 成功 那個就是你只要挖一次 挖一次 然後他之後就是抽 所以你會看他 他就是只有那個風扇 然後那個 他的那個 風口從下面大概那麼低 這樣鬆上來 他就都不用降溫了 然後因為 你在地底下 冬天20度 夏天也要20度 那我們座物是不管冬天夏天 他可能都要 他那個好像是26度還多少度 所以上來都剛好 冬天夏天都剛好 對 他那個叫三星 三星原力 曾明俊 應該他很有名 他也是 他好像112年就得過神龍獎 對 就得過神龍獎 好 那不知道還有沒有 大家 那如果沒有 我們就十分往往影響到下面一個 那我們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 那 你也有 好